我是周玉寇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时间是7点14分40秒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今天的节目的安排 我们要为各位介绍一位非常资深的音乐人 他是风潮音乐的创办人 风潮音乐已经30岁了 当时在创办的时候 我还记得杨景聪先生 曾经在我主持的电台节目当中 畅谈他的理想 而30年束呼过去 他的理念仍然在壮大当中 他的坚持仍然在持续当中 我们今天要听听杨景聪 怎么带着风潮音乐走过30年 欢迎您继续支持音乐 支持音乐人 音乐的工作跟艺术的工作 在一个人类世代的发展当中 他是绵延不绝的非常重要的血脉力量 但是也在很多的情况之下 他却是在商业社会里面 有的时候是不被重视的 他就像风永远不可以不存在 微风细密的在催液着 而很多人没有感觉 等到他失去了微风 才会发现这一切是那么的干枯 今年的金曲奖所给大家的感受 恐怕就是一个艺术的总和 各位听众朋友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今年金曲奖的视觉设计里面 有好几家都是我们介绍过的 这个设计的年轻的团队 所以这也是台湾社会 每一个地方都有精亮的闪耀 而我们如果能够共同的给予掌声跟支持的话 那大概就会让这股艺术总和的文化多元的力量 能够永远的持续光大 金曲奖主办单位的主办人是陈振川 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 这个艺术商业经济工作者 这一次他结合了非常多艺术工作者 所做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的舞台的设计 跟整个的流程的视觉上的展现 真的是独树一致 是给大拇指之外 又可以给一千个一万个掌声 那最后让肖敬腾这位主持人能够集大成 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各位也可以看到台湾的这种平时的骄傲 好 风潮音乐 杨景聪先生 我们期待他等一下来到节目的现场 等一下在八点到九点 我要跟各位好好的来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这个离岸风店的这个 这次招标的价格 它是这个跟预期当中的是比较低 这到底怎么样是解读 离岸风店又是怎么一回事 那等一下我们也在节目当中 非常谢谢经常来到我们节目里面来谈 这个离岸风店跟太阳能光电的专业的人士 他是绿能科技产业推动中心的副执行长 很年轻的郑一玲 以及经济部的政务次长 曾文生先生将在我们节目里面来谈 离岸风店的这个风场的临选 跟竞价结果都已经公布了 那在离岸风店的发展当中呢 第二阶段的竞价结果呢 有两家开发商四座离岸风厂获选 发电容量呢达到1664百万瓦 将在2025年完工并连 竞价价格呢 是每度新台币2.2245元到2.5481元 比目前台电平均售电费率2.6元更低 大幅低于外界原先的预期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涵 等一会儿我们就请经济部的政务次长 曾文生跟绿能产业科技 这个推动中心的副执行长郑一玲 来跟我们好好的解读 现在我想要谈的是文化大学的宿舍案 其实文化大学的宿舍案很简单的 就是一个大房东租给了二房东 各位就我这个非常清楚的了解了法令规定 跟来龙去末的发展之后 有一个结论就是在民国86年到民国100年 侯友宜的家族 就是他的太太所开的这家幼幼投资公司 后来变幼幼投资公司 他们以集合住宅的方式把房子租给学生 他做直接的房东 换句话讲他那个时候他不是文化大学的学生宿舍的一部分 所以呢集合式住宅可以作为寄宿使用 换句话讲他做寄宿使用 他当然公安标准要是寄宿使用的 那他呢就每一个房间五坪 然后租给两个人或是租给一个人 但是他有九十九个门牌号码 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当时是九十九个门牌号码 可是他隔了有租了一百零一间 为什么一百零一间呢 依照李庆元所拿到的这栋房子的平面图 就是他的顶楼有两个撩望台 他把两个撩望台撩望屋把它也改成了房子 这是第一点当时是不是合法 这十几年也就是八十六年到一百年 他用技术式的方式做大房东 换句话讲就是右育公司自己做不动产的管理公司 这个在技术式的住宅集合式住宅方面 这个是合理的啊 这个是合法的 可是一百年以后文化大学跟他签约五万亿校长 说他们文化大学需要学生宿舍 因为这样子才可以符合政府的卓越计划 那符合政府的卓越计划 那他就需要多一点学生宿舍 因为他有非常多的外籍学生 因此就知道了 那我不知道到底是他找他 还是右育公司找他 总而言之他们谈起了要把这个地方作为文化大学的学生宿舍 所以右育公司就把这一栋整栋楼租给文化大学 当成文化大学的学生宿舍的一环 当成学生宿舍的一环 那就变成了所谓大群馆 各位文化大学的宿舍有大轮馆 大中馆 大祠馆等等 昨天来的三位同学都已经讲得很清楚 当他变成学生宿舍之后 究竟原来的集合式住宅的用途 是不是合法就被检举 被检举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金介寿李庆元就去要求台北市政府来会刊 那个时候的台北市政府呢 相关的主管的有公安的部分 也有使用用途的部分 这里面就来了 使用用途的部分呢 那个时候的发公文的科长叫做汪李国 那他呢 认为说现在这个状况是集合式住宅 作为学生宿舍 但是他并没有说这是文化大学的学生宿舍 所以呢 他发的公文是没有这个违规之余 可是呢 如果说是被认定是做学生宿舍而不是寄宿住宅 就以前他做大房东的时候不是做寄宿住宅吗 那现在如果汪李国他在101年的12月22号 他们认定这个是作为学生宿舍 但是他说是没有违规哦 那没有违规的话 那公安的标准不就不一样了吗 因为以前做集合式住宅的时候的公安标准是H2 那因此啊 这个那个时候他们就把公安的标准台北市政府 郝龙斌的政府时代就把它提升到H1 这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H1 他这个是大群管的公安标准 两年要审查一次 好 那当时就罚了钱 罚钱不是因为他的用途违法 因为他汪李国说 他的这个做学生宿舍使用没有违规 好那可是呢 他在公安上是违规的 因为他那个时候的公安还是集合式住宅 可以做寄宿使用的集合式住宅 而不是学生宿舍 因此他被政府要求 他们双方合议啊 就是说罚款6万全元 然后改善他的公安变成H1 比较严格的标准 就这样一直延习下来 那每两年呢 就这个申请公安一次 表面看起来相安无事 那结果呢 后来在金介兽 他选 他初选的时候呢 他不是又提到了这件事情 说他是最大的包租工 那在接下来呢 台北市议员王威中 就开始质询台北市政府 对于这个地方的 土地用途的管制自治条例 这是都发局管的 另外一个是公共安全是建管处管的 这是两个不同的单位管的 到底大群管有没有违法的部分 提出质询 王威中手上当然也拿到了一些资料 就是幼玉公司侯友宜夫人 跟文化大学所签的合约 发现他的租金 从1500万15年长约 每一年调涨5% 也引发各界哗然 后来文化大学的前任的校长 吴万亿签约的时候的状况 他辩解说是因为侯太太 他坚持要调涨5% 侯太太那边说 这个以后可以由文化大学主动解约 但是在合约上面 却又说解约要双方同意 那也因此所谓的侯太太辩解说 5%可以由文化大学解约的说法 其实是不具实质意义 主持人谢正武曾经在节目里 拿了合约的比对时候说 其实这个所谓一方可以解约的说法 是废话的 那好 这个是引发各界哗然 那接下来呢 那就是到底这个大群馆 有没有违法使用 这是6月初 6月7号 台北市政府的都发局的林选李科长 林选李呢 他就是当年汪李国的这个位子的科长 他去了解了土地管制自治条例 之后呢 都市计划法的土地管制自治条例之后 他认为没有正面表例 可以做学生宿舍 换句话讲 当年汪李国说做学生宿舍 没有违法 可是现在的林选李说是违法的 而另外一位专门委员张立立也说这是违法的 所以当年的汪李国 他是放水 还是他解读法律失误中间这个问题 恐怕还要厘清楚 搞不好他有独职的问题 因为后来汪李国居然还到新北市 在侯友谊的副市长旗下升官 做了城乡局的副局长 这个是啊 这个这件事情的政治上的这个效应 政治上也必须追查的部分 当林选李说这个部分是违法 所以用途的话 是不能做学生宿舍使用 台北市政府的都发局局长林周明 就说以林选李跟张立立的说法为准 也就是这样汪李国啊 邱静斌啊就开始很紧张 就跑去找台北市政府的他的同事 然后去谈 那为什么以前可以现在不可以 那后来他们发现台北市政府的 林选李科长等人的坚持之后 他们要求要把营建署的公安 既然现在学生宿舍是违规 那你的公安标准是不是 现在是H1啊 是学生宿舍把它调回来变H2 那不就变成了集合式住宅了吗 这里面啊这个啊 后来邱静斌到了营建署 去找一位高组长 有没有跟这个高组长官说呢 这就是还有公安的危险呢 这些问题持续在发展当中